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始 好 這台沒有吸門 這台一定在自己家吧 對不對 好 這台車是賓士的AW221 220的話我們在YouTube上面 在公司的FB上面 都有許多的影片 所以220後來就有安裝 也比較少播 那這台車沒有播過 所以經理就特別抽空 來跟各位來做一下介紹 因為過年前後的話 現場在組裝的話超忙 所以經理都在現場支援 所以我們也比較少做直播的原因是 場裡面真的太忙了 然後這台車的懸吊系統 跟前一代的一樣 它原廠沒有所謂的彈簧式避震器 一律都是氣壓的避震器 在這邊 這個避震器超長的 這個是前面 後方的話這麼長 把它立起來做一下比例 後面的避震器這麼長 所以它的一律都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但是這台車跟220一樣 如果使用的年份年限到了 它就會氣囊漏氣 那它的一些分配法 還有一些周邊氣壓的系統 就會慢慢的開始需要花錢 通常會建議 一隻壞掉的話 就建議乾脆四隻都一起維修 但是畢竟這個車齡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維修起來的一個效益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好 那當然如果要維修的話 像這一台我記得有一台是S400 它的是Hybrid的油電的 它的電池的話 光鈦幻的一個費用 就大概快60萬左右 所以S400 Hybrid的車型 它是所有這個221車系裡面 它二手車式裡面 價位最低 因為它電池的一個狀況 所以 二手車式就不是很好 那這台的話不是Hybrid的車款 所以還好 那前方的避震器懸吊系統 跟220的話很接近 它的特別的地方是它的上座 它的上座的話是 跟220不太一樣 它的前後上座是有偏心的 你看 正常來說 我們避震器是在這三個點的正中心 可是沒有 它是設計在偏心的位置 為了要閃避車體上的其他東西 那前方的話也是喔 前方的話上座在這個地方 那改了KT之後啊 這些企業的系統 像它有很多的繁雜的線路 這些系統的線路的話 就會把它廢除掉 這個插頭要拔掉 然後 安裝上的細節的話 我們先來看看它裝上去的樣子 待會再跟Yi來 跟各位來做介紹 好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超長的啦 所以它的避震拆裝 是在後面的 座椅的上方這裡 它的上座的話是在 在後上板的上方 那後方的話 KT是配置220x10公斤 我們簡單來說 就是把它的 氣囊器啊 的系統把它廢除掉了 就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拆裝 也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這台車也有吸門 這個都是 大型的房車 所以連後座啊 都有電動座椅 那後座的話 直接可以翹腳 空間非常的大 好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沒有自動吸門 好 來 前方 前面的話 在這裡 車零9 像這個地方 其實都算是消耗品 這個 應該也算 也叫離窄串 離窄串的橡皮都破掉了 那上三角架 橡皮這裡很容易會破損 尤其是奧迪的車系 那這個的話 也差不多該太換了啦 那KT的配置的話 是200廠14公斤 前14 後10公斤 然後它的 車高設定 是這一台車的重點喔 如果啊 它 安裝成KT的之後 它的車高 如果也要降低的話 注意重點是在 我補個燈一下 沒有燈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 高度感應器 它是連接上三角架的 並是從 這個世代 或者是雙A的懸吊系統 W205 W213之類的 也都是這個樣子 它有一個高度感應器 從這個地方 來感應原廠的車高 那如果車高 已經超過 它上下感應的範圍的話 它的儀表板就會亮燈 至於亮燈要怎麼消暑的話 經理會跟老高一樣 專門做一些視頻 來跟各位來做介紹 那其實在YouTube裡面 也有其他的影片 可以來跟各位來介紹 因為這個車高 如果沒有設定好的話 它在儀表板的話 會顯示一個車高異常的訊號 所以這個車高的 一個改裝方式的話 可以 用 欺騙它原廠訊號的方式 有的是購買 這個把它改成可調式的 這支連桿 這個鏡頭可能要拉近 這支連桿改成可調式的 那我們把這支連桿 的一個相對感應器的位置 改變到原廠沒有降低時候的車高 所以它的在車體晃動的時候 這個會整根拆除也可以 那這個改成可調式的也可以 有不同的改法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可以改變它 原廠讀取訊號的一個方式 那220跟221的話 一般來說 如果這個高度感應器 有訊號讓它 擺放掉的話 在開紅火的時候 它一樣會亮一個 回路異常的訊號 就不是車高感應異常的訊號 回路感應異常的訊號 在儀表板的 W220是在儀表板的 右邊有一個按鈕 把它按下去的話 它就故障異常馬就消除了 但這台車的話要按一下Home鍵 2205還有213的話 電選的話 改的方式也都是一樣的 那它的前方 這邊有一個旋鈕 可以來調整軟硬度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它的上座 不是在這三顆螺絲的中心點 那調整的方式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左邊跟右邊兩邊的話 軟硬度一定要記得要對稱 這一台是V6的S350的引擎 那基本上這一台車 我們也會把影片放在YouTube裡面 那如果日後有可能隔了一年兩年之後的 車主看到相關的影片的話 也都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如果你想要試乘也好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想要詢問我們小編也好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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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跟我們說 我們講到這裡